内积与投影 那它这个单元最主要就是说呢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U向量 有一个V向量 那它的夹角是C打角度 夹角是C打角 那我们现在如果把U向量 垂直的投影到V向量上面去 那这个投影的向量 我们这边用红色的表现 那现在就是要请你把这个红色的向量 把它求出来 把红色向量求出来 那这里呢要怎么样下去求 首先就是呢 我们现在假设这是O点 它这个垂直投影的这个点 我们把它叫做R点 我们把它叫R点 那这个同学可以看到呢 这里呢有一个所谓的直角三角形 这里有一个所谓直角三角形 那直角三角形呢 它的这个Cosin C打 Cosin C打呢就是什么呢 斜边分支 这个0边 斜边分支0边 那也就是OR这个向量 也就是OR这个向量 那它的长度呢就是OR 它的长度就是OR 所以同学可以从这里呢 可以看出来 这个OR的长度呢 OR的长度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V向量的长度 再乘上这个Cosin C打 再乘上Cosin C打 那么Cosin C打 根据我们刚才的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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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V的長度跟V的長度消掉了 那所以我們就得到呢 兩個向量 就是你把這個V投影到V U上面呢 我們就得到它是 U的長度 分支什麼呢 U跟V的內積 U跟V的內積 那這個是OR的長度 這是OR的長度 這邊表現出來是OR的長度 OR的長度 這個向量的長度 那麼 原本的U向量它是這麼長 原本的U向量它是到這裡 這是我們的U向量 那麼你先把它縮短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說呢 這個投影向量 這個OR這個投影向量呢 它實際上是什麼呢 就是把 U向量 把U向量 縮短成這個單位向量 縮短成這個單位向量 這邊寫錯了 不要了 OR這個向量 它實際上呢 就是把它的這個長度 然後乘上在U方向的單位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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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U方向的單位向量是什麼呢 就是把U除以它自己本身 把U除以它自己本身 那因此呢 你把這個式子哦 把它帶下去 這個OR這個向量呢 它的長度哦 是U向量哦 然後上面是U跟V的內積哦 你把這個東西呢 再乘以哦 這個U哦 然後分子是U向量的長度哦 那我們這個分母呢 我們就得到什麼呢 U跟U長度的平方哦 好 U跟V長度的平方 分子是U跟V的內積哦 U跟V的內積哦 然後呢 你把這個數字呢 再跟分子這個U向量哦 相乘哦 那這個就是它的內積哦 那這個內積呢 你還可以再把它化減哦 這裡呢 就變成什麼呢 U向量的長度 就是U跟U的內積哦 上面是U跟V的內積哦 然後在U的長度哦 在U的長度哦 那同學這裡哦 這個式子呢 你可能要把它背起來哦 因為 題目如果叫你去求投影向量的話哦 我們現在把這個V哦 把這個V向量投影到 哦 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個V向量哦 這個V向量在這裡哦 把它投影到這個 U向量上面去哦 那麼這個向量呢 它是會跟U平行的哦 會跟U向量平行 但是它的長度到底是多少呢 我們應該把U方向哦 這叫做U方向的單位方向向量哦 好 U方向之單位向量哦 所謂單位向量就是 它的長度是1哦 好 單位向量它的長度就是1哦 然後呢 把這個單位向量放大哦 放大到多長呢 放大到OR這麼長哦 那因此呢 我們把這個OR這個式子哦 把OR這個式子 把它帶進來哦 這個就是OR哦 我們把OR這個這個長度 這個式子哦 把它放進來哦 然後跟這個U方向的單位向量呢 下去相乘哦 也就是呢 把這個U方向的單位向量放大一點哦 放大到OR的長度哦 這是U方向的單位向量哦 就是這個黃色的哦 這是它的單位向量哦 好 向量除以它自己本身的長度 就是單位向量哦 那你把這個黃色的向量呢 再乘上OR的長度哦 它就變成這個OR這個向量哦 它就變成OR這個向量哦 好 所以這兩個相乘之後呢 我們把它分母跟分母哦 它就變成U向量長度的平方 它分子是這個U跟V的內積哦 這U跟V的內積哦 它這個分母呢 是U跟U向量兩個長度的平方哦 兩個向量長度平方哦 那向量長度的平方 就是它自己跟它自己本身的內積哦 好 那所以呢 你要去求一個V向量哦 在U方向的投影的話 那我們應該先把U跟V做內積放在分子哦 然後U跟U做內積放在分母哦 再跟U向量相乘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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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